香港藝人阮儀在2006年參加 香港小姐競選 落選後加入無線電視 近年頻頻在劇集中出現 嫁早18年後的終極告白2.0 阮儀也有一場大膽的氣氛 劇情趕到曹永廉 跟蹤到阮儀的住所 跟阮儀糾纏一番之後 曹永廉就將她綁起 糾纏的時候 退去外套 只是穿著內衣的她 被曹永廉用麻色五番大綁 鏡頭一轉 趕到阮儀和譚海琪之間的事 曹永廉認為她 喜歡的是譚海琪 就說了一句 還是你沒試過真正的男人 就一下子親上去 還打算跟阮儀洩問 但她一下子就爭吵曹永廉的信 儘管拍出來的效果 有少少瑕疵 但仍然要為她的努力一讚